中国的太空加油卫星来了 可为燃料将耗尽的卫星殉灭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福田少 在第十三届珠海航展上 由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独立设计研制的 补家服务飞行器首次亮相 而这款飞行器就是可以为 在太空中正常运行的卫星 进行太空加油的一款特殊的平台 那么太空加油是如何进行的 太空加油这个技术又有什么意义呢 通常卫星在发射时会一次性的代购 足以供十几年寿命所使用的燃料 但是进入太空以后呢 这些燃料只会越用越少 一旦燃料耗尽 卫星的寿命也就结束了 因此燃料的储备 直接决定着一颗卫星的使用寿命 比如一颗重达5.5吨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无论它是执行什么任务 是支持艰辛任务还是东京任务 它的燃料的重量 往往都要占到它权重的一半以上 如果燃料耗尽 那么它只能被迫退役 而现在随着航天技术的不断成熟啊 许多卫星本身的原基建的可靠性 以及寿命呢 都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它们的寿命延长了 可以服役更长的时间 但是矛盾来了 燃料的问题怎么解决 如果您不能够及时的为它补加燃料 那么它寿命再长 也是没有意义的 可以这么讲 燃料已经成为影响卫星服务翼寿命的 重要的一个瓶颈 那么此次亮相驻海航展的补加服务飞行器 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专门开发的 它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独立设计 其专职就是从事燃料上门补加服务 它可一次性的携带1.3吨燃料 弹到它本身重量的52% 堪称是一款太空移动的油罐车 或者是呢 一架太空的加油机 而对于一颗急需救助的卫星来讲 一般只需补加50公斤的燃料 那么卫星就可以延长大约一年的寿命 这以重新发射一颗静止轨道卫星的造价相比 它的成本足足降低了35% 这样的一颗加油卫星 应该说具有物美价廉效率高的特点 它的效率不在自己的发射效率 而是能够提升其他卫星的使用效率 因为使用寿命越长 它的全寿命费用就会越低 这一点呢 其实很好理解 战斗机也存在这个问题 比如说很多先进的战斗机 那机动能力很强 这个无论是远距蓝射 还是近距格斗 都是世界一流 但是存在着寿命短的问题 那么它的全寿命费用呢 就会很高 比如说一下俄罗斯的米格29战斗机 它的空战机动能力 还是带的武器都完全可以和美国的F16相抗衡 水平呢 二者是相当的 但是它的寿命相对比较短 只有两千多小时 三千小时 而F16战斗机的寿命呢 是八千小时左右 就单价而言 单台发动机的美国的F16战斗机 要高于双发的俄罗斯的米格29 那么很多第三世界国家 肯定优先会买米格29 既然水平相当 你更便宜 我当然买便宜货 但是他们忘了 还有一个寿命的问题 寿命越短 全寿命周期费用就越高 因此当这个飞机退役的时候 每飞行小时的费用 它远远超过更贵的F16 那么军用卫星呢 实际上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它的发射成本很高 使用寿命如果越长 那么它单位时间内的成本 就会大幅度的降低 那么现在中国人找到了一个好办法 来延长卫星的使用寿命 从而大幅度提升它的经济效益 那么这个办法 就是本届珠海航展 所展出的空中加油卫星 好 今天介绍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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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